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林学姐归队后,我们轻松竞技决赛圈 现在小桃姐和戴耀恒学长也痊愈了 我更没表现的机会了 不惜我家男男看不到我的赛场英姿了 开赛以来,我、王东、肖肖的魂力都提升了一级 我现在是二十八级,王东是三十二级 肖肖更是突破了三十级阶线 只缺一枚魂环就能跨入魂尊了 决赛阶段的对阵表出来了 我们十六进八对阵的学院是老对手了 斗灵帝国第一学院,斗灵皇家学院 斗灵? 斗灵皇家学院正选队员有五名魂王,两名魂宗 都配备了魂道器 决赛赛制又有了修改 为了更完整地展现参赛队伍的实力 决赛阶段的交战双方 要在两天内先后进行团战和个人淘汰赛 话说得好听 改赛制的真正目的 就是为了卖更多门票吧 我们人员并不起整 为了应对繁重的赛程 必须做出调整 你是星光拍卖场的青雅小姐 史莱克学院的诸位贵宾冒昧打扰了 今晚我行将举行一场顶级拍卖会 圣邀诸位贵宾光临 真是瞌睡送枕头啊 我们正好也缺几件趁手的魂岛武器 多谢 我愿意一定准时出席 一百五十六万三次 成交 恭喜这位贵宾拍得八级近战魂岛器 霸虎练魂刀 哼 这件魂岛器 混合了一块万年霸虎的魂骨 正适合我的武魂 不过我是真没想到 九九公主居然亲自主持拍卖 可见压轴拍品的价值难以想象 加上之前拍下的十二枚六级定装魂 我们这次拍卖的预算 周老师 霸虎练魂刀的金额 还是我来付吧 我是白虎工具长子 算小半个东道主 而且快毕业了 再拿学院的资源也收不过去 请看下一件拍品 混蛋 冰地 你怎么了 那是 族人的魂骨 这块左臂魂骨虽然只有五万年 其微能却能与十万年级别媲美 因为他出自极北之地的超级魂兽 冰地仙 温度越低 冰就越坚硬 越可怕 而冰地仙一族 拥有极致之兵的属性 这块魂骨的本体魂兽 更是有着一个超强魂技 冰棒 比猎杀者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直到封号斗罗出手 才将其制服 冰地你别急 我自有办法 各位贵宾 竞拍马上开始 顶级兵夕魂骨可遇不可求 学院一定尽力争取 雨昊 洛尘 你们谁来 周老师 您能以学院的名义 联系这个拍满行的负责人吗 公主殿下 公主殿下驾到 你说我们的拍屏有问题 有何依据 依据就是 他的兵闭歇误魂 问题不在魂骨 而在吸收场 请看 如果没有与兵闭歇同等 极致之兵的武魂与体质 绝不可能吸收成功 这是属于兵闭歇误魂的骄傲 这件事我做不了主 各位稍候 陛下驾到 不必多礼 情况 未听九妹说清楚了 既然这块魂骨 是有缘者居之 不如就用作斗魂大赛的冠军奖品吧 小兄弟 能不能获得它 就看你的能力了 接下来拍卖的是 风神台 它有九级魂倒式打造 有着封闭时间 空间的强大能力 可以封印一切生命体 要是能研究清楚 九级魂倒器的构成 对整个魂倒器的帮助 都是无可限量的 弱肉强食 人类善于创造思考 魂兽若继续固不自封 此况不尿啊 如果把魂兽逼急呢 人类定会遭到粉饰 只有我们日月帝国 才有能力制作九级魂倒器 风神台更是九级魂倒器中的极品 看来日月帝国内部有奸细 各位贵宾误会了 风神台并非拍品 或者说它只是真正拍品的容器 最后这件拍品是世所罕见的珍宝 十万年魂兽胚胎 只要与它融合 就能直接拥有十万年魂环与魂骨 甚至是顶级武魂铸就超级强者 十万年魂兽重修为人的过程 被强行阻断 才能留下这种胚胎 能做到这种事的人 很强大 也很残忍 这是什么 十万年魂兽要逃出来了吗 那风神台上的气息 为何如此熟悉 一旦被封印 哪怕是风炮斗罗花上千万年时光 也难以逃脱封印 这就是九级至宝 风神台的能力 有风神台在 完全可以修炼这合适的境界 在吸收那十万年魂兽胚胎 获得最大的增幅 现在我宣布 风神台拍卖正式开始 其拍价 一亿金魂币 一亿三百万 一亿千万 一亿三千万 一亿四千万 我看谁敢跟我们抢 一亿五千万 一亿五千万第一次 一亿五千万第二次 果然不是我们能拿下的 一亿五千万第三次 风神台成交 偏偏落入了日月帝国手中 那个讨人烟的孝红尘 果然是我们的劲敌 别想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拿下冠军 走回去训练 果然上钩了 我马上把他们用来交换的这些混导器送到研究所 不过 大陆各方强者 可不会放任他们作用制暴 十年内 日月帝国定会有大动作 我们只有师子驱虎吞狼之机 拖延他们 同时尽快加强我方实力 干吗 Nein wichtig 记住 你们都不需要使出全力 马下头 你不准有第六魂技 而戴药衡 则是保存魂力 留给后面四枪比赛 所以 我建议你用上霸虎练魂刀 我也只用前五个魂技就行 为何要用刺刀 他们队长孤竹剑的 紫皇主武魂很罕见 这种魂魂 搭配上精神类魂石小风 极有可能生成一种变幻莫测 再生能力强的阵法 耗尽你们的魂力 所以 封存魂力 一刀斩断 马下靠 你和戴药侯 一定要记住我的话 史莱克高级魂师学院 最阵斗灵皇家高级魂师学院 比赛 开始 加油 加油 快 不愧是拥有五大魂王的斗灵学院 一上来就摆出这样的防御阵型 必然是有什么强大的攻击需要时间准备 所以不能给他们时间 雷浩 请神探测攻击 果然 行动 玄冥致光 我晚点回来 早料到你们会使用这种阴招 无妙 干他 火雨是有准备的 玄冥之魂 戴耀恒 你们拿下护術剑 再见 第四魂技 换子中阵 就凭我们 喊 哼 哼 哼 哎呀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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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凤 赶紧出手了 马小头 你喜欢捉迷藏吗 迷藏 七日人 按原计划进行 这些目标的感觉如何 这个游戏好玩 你生气的样子也很可爱 就由我一人来终结你了 史莱克 将因你们而蒙袖 根本无法躲避 根本无法躲避 无法沉透迷雾 白虎护身杖 白虎魔神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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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莱克居然全体陷入了困境 对我你们在干什么 而窦灵皇家血院 似乎在酝酿着更大的攻势 不知道这些巨大的盾牌后面 他们在酝酿什么样的杀招 让我来 对于我们邪魔白虎代价而言 季空才是最好的黄狱 是八级昏刀剑 霸虎炼魂刀 宫刀毂 大家来了 学生 不好意思 一般我出手不会这么 single 但这是我本节大赛第一次出场 只能拿你开刃 む 晴怕 平痛 只能拿你开刃 一 晴 five 你说 RP 滚倒巨炮 这种巨炮的威力 所以摧毁这支军队 这就是他们一直在密谋的杀招 你能散开了 发现目标 小桃姐 雨昂 多谢 你能完成 小桃姐 凤凰穿运 凤凰穿运 放手 放手 这才是史莱克学院拥有的实力 赶快修理 史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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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输 你带 一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凤凰流星雨 住手 你们获胜了 马下草 下来 有请进入半决赛的四支队伍 那个九九公主是星罗国家学院的队员 半决赛第一场 星罗国家学院对史莱克学院 我们史莱克 是这四支队伍中最弱的 一支全魂王阵容的队伍 作为东道主 占据主场优势 取胜的最关键一关 补齐了 既然我们彼此的第一武魂 能融合出黄金之路 那么第二武魂 是不是也能融合出一个星际呢 我们的战术就是 谢谢